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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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解关节的疼痛现象 效果是非常好 到了20多岁还在长痘的话 那么就不要骗自己了 你的不是青春痘 是什么导致你长痘痘的呢?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1. 喜欢甜食 这一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 不但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影响身体激素平衡 而且还会导致B族维生素的大量消耗 这样就会导致脸上痘痘的加重 2. 常吃高脂肪的食物 这类食物会导致皮肤中的皮脂腺大量分泌 一旦面部皮脂增加呢 就会导致皮肤代谢变慢 毛孔开始堵塞 也就开始长痘痘了 3. 经常熬夜 皮肤在每天的10点左右就开始自我的修复了 但是如果你经常熬夜或者晚睡的话 不但会影响皮肤的修整 还会导致痘痘的出现 大家想要不长痘痘的话 那么这三个恶喜一定要先都会感慨 为什么有很多人即使到了80岁还会耳聪目鸣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每天只要甩甩手 通气血缓解腰酸背疼 站在地面上尽量的选择一些硬一点的地面 防止摔倒 之后呢 双腿打开与肩通宽 双手自然的放在身体的两侧 手掌伸直 之后啊 我们可以用双手去带动手臂前后的甩动 用三分力气向前 用七分力气向后甩 每当向后甩到第五次的时候呢 要随着手臂下摆 然后膝盖慢慢的向下弯曲 之后手臂还原 双膝伸直 重复这个动作每天做十分钟就可以了 大家也可以在熟练之后啊 加长练习的时间 长期坚持让身体更健康 千滚水不能喝 隔夜茶会致癌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多年来隔夜茶一直背的这个黑锅有道理吗 一 隔夜茶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经过检查呀 一杯茶叶的亚硝酸盐含量呢 是极低的 就算是放一夜之后亚硝酸盐的含量 也是比各种研制食物要少很多的 完全符合饮用的标准 二 隔夜茶有细菌 有很多人都说呀 隔夜茶在放置的过程中 会有大量的细菌 但是因为我们在泡茶的时候呢 会使用100摄氏度左右的水 已经将细菌烫死了 我们之后在放置的时候 茶水中的细菌含量啊也是很少的 要比大尔庄零食中的细菌少很多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不用 那么怕隔夜茶啦 它的危害没有你想的那么大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